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网民规模达8.54亿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接近100% 跨境电商网络视频在线教育在线政务等领域持续快速发展 报告指出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.54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61.2% 人均周上网时长27.9小时 其中农村网民数2.25亿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8.47亿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.1% 与五年前相比 移动宽带平均下载速率提升约6倍 手机上网流量资费水平降幅超90%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.39亿 占网民整体的74.8% 在移动支付方面 无论是移动支付的用户 市场 那么我们的规模都居全球所为 手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到6.81亿 据介绍 以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为代表的下沉市场 拓展了中国网络消费增长空间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持续增长 直播带货 工厂电商社区零售等新模式蓬勃发展 成为网络消费增长的新亮点 结束到今年6月底 我跟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4.21亿 比去年年底增长1516万 占网民整体的46.3% 报告还指出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在线政务的用户规模超过5亿 普及率近6成 服务水平持续向好 近9成的中国地级行政区政府 都已经开通了两位异端 持续地推动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 当时记者北京报道